设定工作目录,到TrendFile-Style底下 开启档案 Helmet.prt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个虚拟的人头 还有安全帽的2D影像 我们将使用画面上的人头以及安全帽的影像 来设计出安全帽的博壳 首先按造型工具的图示 让图层数显示在画面上 选取head的这个图层也就是虚拟人头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hide 就可以看到人头没有显示在画面上 按建立曲线的图示 将零件转为前示图 曲线的类型设定为平面型的曲线planner 沿着安全帽的外形来建立这条主要的造型线 按勾选的记号 接着按编辑曲线的图示 按这个图示以后选取这条曲线 按saved 并将比例的大小设定成100 按打勾 可以看到曲线的曲率留在画面上 将这个区域放大 调整曲线上的点 再让曲率不要显示在画面上 按打勾 将零件转为3D视角 画面上所看到的红色线条就是第一条曲线 让基准平面显示在画面上 将工作平面设定到基准平面front 让基准平面不显示 让图层数显示在画面上以后 选取head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unhead 让人头重新显示在画面上 按建立曲线的图示 按一下references 在offset的栏位输入15 以令工作平面往上移动15 接着按住键盘的shift 选取这条线 得到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这条线跟工作平面的焦点 不要按shift 选取三个点 接着再按住键盘的shift 选这条线 得到这个点 也是这条曲线跟工作平面的焦点 按勾选 完成了这条线的绘制以后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 将零件转为俯视图 按一下这里 可以看到所画出来的线条 选取线条的右端点 将游标靠近切线向量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normal 再选取基准平面 tub 以令这条线的右端点 切线向量跟基准平面 为互相垂直 选取左端点 游标靠近黄色的切线向量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normal 选取基准平面 tub 接着我们调整曲线上三个点的位置 首先按这个图示 选取线条 再按打勾 移动这个点 再移动这个点 接着移动右边的这个点 稍微再调整其他的两个点 按这个图示 让曲率不要显示在画面上 按打勾 将零件转为3D的视角 红色的线条就是完成的第二条线 接着建立第三条曲线 首先让工作平面 设定到基准平面 right 让基准平面不要显示在画面上 按建立曲线的图示 按references 将偏移的量设定为175 可以看到工作平面大致位在零件的中央 接着按住键盘的shift 选取这一条线 接着不要按住shift 选取三个点 再按住键盘的shift 选取这一条线 按打勾 完成了这一条线的绘制以后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 将零件转为测试图side 点选上方的这个点 出现黄色的切线向量以后 将切线向量设定为 与基准平面tub垂直 按这个图示 选取线条 按打勾 可以看到线条的曲率留在画面上 将这个点 大约移动到这个位置 将这个点大约移动到这个位置 再将这个点移动 再调整一下点的位置 按打勾 再按这个图示 让曲率不要显示在画面上 将零件转回3D视角 画面上的红色线条 就是所绘制出来的第三条曲线 接着建立第四条曲线 首先让图层数显示在画面上 选取head 按住键盘的control 选取refunderline serve这个图层 按住滑鼠右键 选取hide 就可以看到画面上没有显示出人头以及安全帽的影像 但是刚才所画的曲线似乎不见了 此时我们可以选取view底下的visibility 选取unhide all 以让所有的线条都能够显示在画面上 让基准平面显示出来 将工作平面设定到基准平面front 让基准平面不显示 按建立曲线的图示 选一下references 将偏移的量设定为100 按住键盘的shift选取这一条线 不要按shift选一个点 按住键盘的shift选这一条线 不要按shift选一个点 再按住键盘的shift选这一条线 通过五个点就建立出这一条曲线 按打勾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 将零件转成俯视图 再按一下这里 选取左端点 将左端点的切线向量 设定为与基准平面垂直 右边的端点 选一下 也设定它的端点切线向量 与基准平面垂直 接着按这个图示 选取这一条曲线 按打勾 拉动这个点 再拉动这个点 稍微再调整这两个点 按打勾 让曲率不显示在画面上 将零件转为3D的方位 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 第四条曲线 接着我们利用这四条曲线 来建构曲面 按建立曲面的图示 选取第一条线以后 按住键盘的 Ctrl 选取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第四条线 按OK 画面上会显示出这里的网格跟这里的网格 代表我们所选取的四条边界曲线 可能铺出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 我们点选这个区域的网格 就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显示出曲面的颜色 同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箭头 代表做出来这个曲面 在这个边界线的地方 跟基准平面为垂直 按打勾 再次建立曲面 选取第一段线 按住键盘的Ctrl 选取第二段 第三段 以及第四段 按OK 再设定这里为我们所需要的曲面 可以看到这里有箭头 代表这两个曲面相切 可以看到这里也有一个箭头 代表这个曲面 在这个边界线的地方 跟基准平面为互相垂直 按打勾 接着我们在前方建立出一条曲线 按建立曲线的图示 按这个图示 选取基准平面 Write为草绘平面 按一下References 将偏移的量设定为事实 可以看到工作平面的位置 按住键盘的Shift 选取这一条线 产生的点是这一条线 跟工作平面的焦点 不要按Shift选取两个点 再按住键盘的Shift选取这一条线 又产生了这一条线 跟工作平面的焦点 通过这四个点 就产生这一条曲线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 将零件转为右侧视图Side 点选这个点 设定这个点的切线向量 和基准平面为垂直 再选取这个点 设定端点的切线向量 和曲面相切 Surface Tangent 按这个图示 选取线条 再调整曲线上的这两个点 按这个图示 让曲率不显示在画面上 按打勾 将零件转成3D方位 接着在安全帽的后方 建立第六条曲线 将偏移的量设定为275 可以看到工作平面的位置 按住键盘的Shift选取这一条线 不要按Shift选取两个点 按住键盘的Shift选取这一条线 通过这四个点 产生这一条曲线 按打勾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 将零件转为测试图Side 选取这个点 将这个点的切线向量 设定为与基准平面垂直 再选取这个点 设定端点切线向量与曲面相切 按这个图示 按这个图示 选取线条 按勾选以后 移动这两个点的位置 按这个图示 让曲率不显示在画面上 按打勾 将零件转为3D视角 接着建立曲面 选取这一条线 按住键盘的Ctrl 选取这一条线 这一条 还有这一条线 按OK 就铺设出曲面 Internal旁的箭头按一下 选取这一条线为内部曲线 按OK 确认选取完毕 按勾选 就建构出这个曲面 接着我们将零件翻转到背后 或是我们可以选取这里有一个3DDashback 在这个区域 再建立一条曲线 首先让基准平面显示在画面上 将工作平面设定到front 按建立曲线的图示 将偏移的量设定为150 可以看到工作平面的位置 按住键盘的Shift 选取这一条线 再选取这一条线 通过这两个点产生了一条直线 按打勾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 选取这一条线的右端点 将这个点的端点切线向量 设定为与基准平面垂直 再选取左端点 设定切线向量为与曲面相切 Surface Tangent 同时设定切线向量的大小为27 这里打勾 打勾所代表的含义就是 当我们按打勾 离开了造型曲面设计的模组以后 还可以抓到这个参数值 来进行设计变更 按勾选 就完成了这一条曲线的建立 接着建立曲面 先选取这一条线 按住键盘的Ctrl 选取第二条 第三条 三条曲线按OK 就可以铺设出曲面 此时ProMinture会询问我们要 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的曲面 我们点选这里 就可以看到曲面 在点选Internal旁的这个记号 选取这一条线为内部曲线 按OK 再按打勾 就完成了这个曲面的建立 让图层数显示在画面上 点选这个图层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Unhide 可以看到 安全帽的2D影像图 重新显示在画面上 让基准平面显示在画面上 将工作平面设定到基准平面Tub 接着按这个图示 我们要将零件转为背试图 首先点选这个基准平面为第一参考面 再选取这个平面为第二参考面 接下来建立曲线 先将偏移量回归变成零 然后沿着安全帽影像图的 这个边缘线来建立曲线 按打勾 将零件转为3D的视角 选取这个图层 按住右键选取Hide 此时可以看到 刚才所建立的曲线也不见了 我们可以利用 View底下的Visibility 选取Unhide all 让这个线条重新显示在画面上 我们要用这一条线条 投影到曲面 然后来进行曲面的裁剪 按投影曲线的图示 先点选这个面 按住键盘的Ctrl 点选这个面按OK 以令刚才所选的这个面为投影面 再选取这一条线按OK 以令这一条线为投影线 接着选取这个平面 以设定这个平面的垂直方向 为投影的方向 就可以看到投影出来的线条 按打勾 接着进行曲面裁剪 按曲面裁剪的图示 先选取这个面 按住Ctrl 选取这个面 这两个面为被裁剪面 按OK 选取这一条线 按Ctrl 选取这一条线 这两条线为裁剪的曲线 按OK 点选这里 按住键盘的Ctrl 选取这里 设定这两个区域 为要被裁剪的区域 就可以看到裁剪出来的结果 按打勾 以离开造型曲面设计的模组 按一下滑鼠左键 可以看到画面上有很多深蓝色的线条 将图层数显示在画面上 点选Layers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New Layer 以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图层名称输入Curbs 将过滤器设定为Curve 将整个零件全部选到以后 所有的线条就会被纳入这个图层 将这个图层关闭 再按滑鼠右键选取Save Status ,接着让基准平面显示在画面上 将右下角的过滤器设定为曲面Quilt 点选这个曲面 按进射的图示 选取这个面为近射的平面 按打勾 点选这个曲面 按住键盘的Ctrl 点选这个曲面 令这两个曲面合并 按勾选 接着在选取合并后的曲面 选取编辑底下Thicken的选项 已将曲面长为薄壳 厚度设定为3 箭头朝外 按打勾 按一下滑鼠左键 就可以看到所完成的安全帽 接着我们将模型数显示在画面上 选取Style 1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编辑 可以看到有一个参数显示在画面上 转到3D Back这个方位 原先的这个切线向量的大小是27 我们改为35 按这个图示 重新计算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稍微突出来的现象 我们再次选取Style 1这个特征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编辑 将切线向量的大小 恢复为原先的27 再按这个图示来进行计算 将零件恢复为3D的方位 将图层数显示在画面上 选取Head以后 按住右键选取Unhide 以令虚拟的人头 重新显示在画面上 最后选取File底下的Save a Copy 将零件存为新的档名 Helmet 按the line down 按OK